我們今天掌聲 掌聲跟金教授歡迎小桃 在立法院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很強 裡面也有一個非常強的立法委員就是維州 來給他拍拍手好不好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反萊豬的公投是他提案的 所以呢我們如果提維州 我們不要這個萊豬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給他按同意 好 好不好 好 站在我左邊的這一位呢 今天特別從新竹縣的 兼食商下來的劉建民議員 他雖然是我們原住民的議員 但是呢在議會也跟我們的羅美文議員 一起來為我們新竹縣的 所有的人民來服務 所以呢我們現在三個人站在一起 我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選舉 不是選國民黨也不是選民進黨 也不是選高金素媒 這一次的選舉公投 是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總共有四個案子 大家有沒有知道 有 有嗎知道嗎 有 有 好太好了 如果知道的話 我簡短的講 大家想不想吃萊豬 跟大家報告 我來這個之前呢 我從火車站 一路走走到市場裡面 我看到我們賣豬肉的攤商 都是賣台灣豬 還有黑豬 他們跟我講 他說 威文啊 這麼拜託的啊 千萬不可以讓他進口啊 他的豬進口了之後啊 我們這個豬農啊 生意會不好啊 我說對 如果你們不要讓他進口的話 大家都要出來投 同意不進口好不好 還有我走到裡面 有賣那個包餛飩的阿桑 他跟我講 他說 我支持 我支持不要萊豬 你看 我包的這個餛飩 都是溫體豬耶 可是說萊豬來的話 我們怎麼賣啊 每一個人會很害怕說 我吃到的豬 到底安不安全啊 我說這樣對 阿桑 為了你的那個餛飩 你一定要去幹 同意不要進口萊豬好不好 好 所以 在場的 美麗的 大姐 大哥們 英俊的大哥們 你們想不想要 吃到萊豬 不想 所以我們要幹什麼 同意票 這裡有喔 大家看喔 來 這裡有沒有 反萊豬喔 給他幹兩個字的上去 同意 就對了 好不好 好 我最喜歡走菜市場了 菜市場那邊有賣很多螃蟹 你們有沒有看到你們市場有賣螃蟹 那個西裡面的螃蟹阿 那個大哥跟我講阿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愛護環境阿 不能夠污染環境阿 不然的話我賣這個螃蟹 沒有人敢吃啦 我說大哥 對 所以我們要不要互找家喔 要 我們要不要我們的空氣好 要 所以護照將給他幹 同意 同意 好 還有一個公投 請問一下 現在有沒有隨時提電 有 有提電的舉手 你看 你看 這麼多 可是我們的政府跟我們說 沒有缺電阿 姐姐你講對了 他說把兩個眼睛遮起來根本看不到 因為跳電的不會是總統府啦 跳電的也不會是台積電啦 跳電的也不會是大廠商啦 跳電的全部都是我們全民在跳電 尤其原住民的部落 所以 我們如果要乾淨的空氣 乾淨的店 便宜的店 我們要不要多元的店 所以 紅四粉紅四粉 他 蓋同意好不好 好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齁 三個已經同意了 還有一個同意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公投綁大選 名什麼 公投綁大選 公投綁大選 你看 我如果沒有問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再講一次 還有一個公投是什麼 公投綁大選 這樣就對了 最講民主的是不是民主黨 民進黨 他們說他們是民主進步黨 有沒有 可是我跟你說 他們有民主嗎 我跟你們報告齁 他們根本不民主 為什麼 蔡英文總統 她親自下令喔 她的下令什麼 她的縣長 她的行政院長 她的立委 她的議員 通通都要出來投票 要看這一次 如果哪一個立委用力 哪一個縣長用力 她就提名那一個人了 你們說 在自己的黨內都不民主了 她還叫做民主進步黨嗎 所以 教人騙了 對嗎 對 蔡英文每天坐飛機 跟行政院 那個飛機的油錢 是誰的錢啊 老百姓的錢 對不對 她用我們老百姓的錢 四處的去講公投啦 他們真的是跟人民作對 所以我說 為什麼高金素們 今天無黨無派要站出來 今天是我們國民黨的場子 我也站在這裡 原因是 不分黨派 不分顏色 這一次的投票是對 民進黨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 好不好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很生氣這個民進黨 12月18號 就給她出來 蓋 四個同意 好不好 好 老辣 安智山 謝謝你 謝謝 謝謝